今天改做一棵S弯的小叶鱼树 这棵小叶鱼树的直径已经有3公分还多一点 我3公分的泼杆检勉强可以操作 因为树干已经达到一定的粗度 所以我在泼杆的时候 两面都进行了3次泼杆 伤口的长度已经接近了10公分 对于这个粗度的泼杆拿弯来讲 还是需要一定体力的 生长旺盛的小叶鱼 伤口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 只需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伤口就可以几乎全部愈合 南湾改变了整棵树的形态 可是枝条还不够到位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修剪一棵青香木 有朋友叫红芽青香木 其实所有的青香木的嫩芽都是红色的 不分红芽绿芽 青香木是一种温带的树种 太冷的地方冬天是要进室内的 这颗刚买来的树桩 之前有的出枝 我觉得也基本合理 没有去做太大的改动 只是改变了一下顶枝的方向 让顶枝和飘枝形成一定的呼应 由一个枝条做出来的飘枝 会显得十分的柔和 我会等以后在转折点上出枝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把柔和的枝条替换掉 慢慢的力度就出来了 研究了一下还是觉得力气更挺白一些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给我留言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们明天再见 买了几个罗航松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受了一些伤害 有一个组织把皮给弄坏了 确实有点可惜 在购买的时候 建议打木箱 这样的话可以对树保护会好一些 我把坏掉的这一枝 做成了一个舍利 想把这棵树做得稍微文人一点 罗航松的品种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在网络上查找资料也是比较有限 希望有种罗航松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在这里 跟我们这些新手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它的配图 它的养护的一些知识 当我在配盆的时候发现 叶子不打完盆是对的 叶子打完以后就显得盆比较重了 希望你能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樸树是一种落叶树种 但是因为昆明去年比较暖和 它居然没有落叶 本来不想修剪的 想要再泛养一段时间 因为它没有落叶 所以新的叶子 长出来时间会比较慢 为了让它生长得更旺盛一点 我把它去年的叶子都打掉 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小枝 是去年一年时间长出来的 我拿到手的时候 这棵树是只有一级只二级只 这些小枝是没有的 这说明樸树确实是一个 生长能力比较强的树种 在那么小的盆里面 一年能长那么粗 我觉得 我觉得对我这种极性子来讲 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较开心的 很快 期待您的点赞 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一颗市场上买来的盆景 整个树干有两个S型 S型是盆景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种造型方式 但是这样的方式 看起来会过于的柔和 而且弯过多的话 会显得单调重复 缺乏灵动性 今天用的也是一个 破干拿弯的一个方法 把这个S型给它减少一些 把整个重复的规律 打破一下 在做盆景的时候 还是要尽量去避免重复 重复多了 容易生美疲劳 不会那么耐看 整个S型打破以后呢 从耐抗程度和独特性来讲 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当然在做的时候 也是需要多进行一些尝试 在构图上多下一些功夫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